节能减碳爱地球 热睡复原村一家老字号的家庭理法厅 去年受注容之后 热水器也销毁了 当时突发奇想以烧木材方式来烧热水 不但节省瓦斯水电开支 让洗头发的顾客就与薪知也相当喜欢 他们认为说 就像小时候回到阿嬷家洗头洗澡一样 都有柴烧味相当怀念 为法师专业且亲切的帮顾客洗发 打理门面之际 一个转身来到货房屋墙 随手拿了一根木头放入火炉中 火焰伴随着热对流空气哄哄作响 这家理法厅用来减法洗头的热水 就是这么来的 大概它就会上一下空气对流 对流 就会烧更快 热水相复原村这一家老字号的家庭理法院 因为专业度购且服务亲切 在偏乡地区颇受好评 也累积了不少使中的顾客 不过去年遭注容之灾 相关热水器设施设备全毁 当时板娘就想说 现以柴烧方式来应急 不料效果却出奇的好 令板娘食料未急 反正现在柴火很多啊 没有人用 整很多 对 当然啊 那个整天的那个循环量很恐怖 整天就一直在打 用木材当燃料来烧热水提供理法院使用 不但省下了瓦斯及电被开支 就与新知也都觉得 柴烧水热度够 带有木材特有的香气 就像小时候一样 很复古令人回味 柴烧的哦 对啊柴烧的热水 很怀念小时候的那种感觉 真的哦 小时候也是柴烧的 哦 所以就特别选在这边做剪头发 然后是洗头这样子 哦是啊对 科技发达 家用电气效能也越来越强大 带给人类便捷的生活 不过仍有人反其道而行 希望节能减碳爱地球 用木材烧热水使用 进一步节省能源开支成本 而用柴烧的水剪发洗头 不少顾客偏爱这股 很有温度的柴烧味 来剪头发洗头的顾客 不剪反针 记得石玉兰 瑞瑞采访报道